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生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请点一下关注 谢谢 正在举行的欧洲杯 已经进入了半决赛的第二场了 由英格兰对丹麦队 我这个节目出来的时候 英格兰和丹麦队已经开始比赛了 所以说本期节目 我就来给大家聊一聊足球 首先喜欢看欧洲杯的人 大家都很清楚 这场比赛对英格兰队来说 是一个主场优势 因为是在温布利大球场举行的 温布利大球场 这个是重建的 以前的温布利大球场 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的一座足球场 也是最大的一座足球场 它的观众席可以坐9万人 当然它现在是第二大了 因为被巴塞罗那的洛堪普体育场给它取代了 加上英格兰的队员们都很出名 为什么很出名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英国超级联赛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联赛 而这些英格兰国家队的队员呢 基本上都是在英超踢球的 今年的欧洲冠军杯的决赛就是 英超的曼城和切尔西的内战 而既然是英超嘛 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都是英国的球员 所以说英格兰的球员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英超那些著名球队的球星 他们当然非常的出名 看起来呢 就比他们的对手丹麦队要名气大了很多 所以说从排面上看呢 英格兰队丹麦队当然是压倒性的优势了 而且这支英格兰队呢还非常的年轻 平均年龄大概就是二十三四岁左右吧 在两年前的世界杯呢 当时我也是很看好英格兰队的 因为他们不但年轻啊 而且现在英格兰的球员的脚下技术也是很好的 但是很不幸呢 他们在半决赛输给了克罗蒂亚队啊 这支欧洲杯呢 英格兰又进入了半决赛 我打开历史一看呢 表面上看起来英格兰队很强啊 但是他们已经有五十五年 在半决赛没有晋级过了 也就是说有五十五年的历史 英格兰队从来没有在半决赛上战胜过对手 都是输的 看足球人都知道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 大家都知道英格兰是一支世界顶级强队 英超更是五大联赛之首 什么曼联曼城切尔西利物浦阿森纳 这些都是家喻富小的世界顶级俱乐部 这些英超的俱乐部拿欧洲冠军的奖杯是拿到手软 但是英格兰队在这四五十年之内啊 在我们有限的足球技艺之中 英格兰队呢 却基本上没有进过任何一个比赛的决赛 能进半决赛也是非常的罕见的 而且还都输掉了 甚至呢 英格兰的青年队少年队啊 在欧洲的比赛里面也经常拿冠军的 但是成年队英格兰队呢 成绩却差强人意 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强队的这种印象 这让我不禁详细一个有趣的事情啊 我们中国很多球迷经常吐槽中国国家队就是 我们的清训搞得不好 我们的联赛搞得不好 所以说自然我们的国家队就出不了成绩嘛 但是英格兰这里呢 却打了我们狠狠一个耳光啊 我们知道众所周知的是 英国呢作为足球的创造者 作为足球这项运动的创造者 英国的联赛是全世界最好的联赛 不仅仅是英超啊 还包括各级的下级的 一直大概有七八级的联赛 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他们的清训 那可以说也是全世界最好的 不然呢 英国的青年队少年队 为什么能在欧洲夺冠呢 对吧 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中国球迷的说法 那么我们中国如果把清训搞上去 把联赛搞上去 像英超一样 像英国人一样 那么我们的国家队就一定出成绩吗 英格兰队呢就用事实向我们证明 那可不一定 所以说有时候呢 这个比赛还真的很难说 尤其是这种赛会制的杯赛啊 其实不管哪一个赛会的比赛 这种杯赛不管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 只要英国人出现了 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支很强的队伍 进入四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英格兰队呢 进入四强的机会都很少 就算进了半决赛全部都是出球 正常成绩呢 也就是比十六强略高一点 八强的水平 以前呢我们经常说 那个英格兰的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战术比较单调 脚下功夫呢稍微粗糙一点 的确如此啊 英式的长传冲调 是英格兰足球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特点 在足球圈里面啊 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我们中国队也曾经学过啊 以前有一个叫徐根宝的教练 就号称中国也要学英式的长传冲调 甚至呢中国足球在开始学英国的时候呢 用投球破门算两分 但是中国人学英式呢 却不看自己的身体条件啊 人家英格兰能够打长传冲调 能够横冲直创 那是源自于第一个呢 英国的男人身材比较高大 第二个呢英国人在现代足球 这种训练条件之下呢 他们的体能非常的好 能在足球比赛的90分钟的时间内呢 不停的奔跑 这也是英格兰足球 他们能够打长传冲调的基础 而中国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说后来中国足球还搞过体能测试啊 要求必须跑折翻跑和耐力跑 要跑达标了你才能进入国家队什么的 好了我们再看英格兰今天晚上的对手就是丹麦队啊 喜欢看足球的人都知道丹麦曾经在欧洲杯上创造过丹麦童话 从一个替补入围的球队呢 一举获得了欧洲冠军 丹麦队呢是一个标准的北欧球队啊 当然首先就是身材非常的高大 第二个呢他们和英格兰人一样啊 他们的体能非常的好 能够在90分钟不知疲倦的奔跑 这基本上呢就是北欧球队的共同特点 而丹麦队呢还有点不同的就是 他们的战术呢非常的现代化 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长船中调下底船中 他们还有一些细腻的配合 尤其是在最近这十几年之内啊 足球运动员的技术呢 大家都普遍的提高了很多 而且足球运动员大部分都能够在90分钟不停的奔跑 所以说不管是北欧的球队还是英格兰队呢 他们的战术呢也丰富了很多啊 不再是传统的长船中调下底船中 球队的团体配合整体运作呢 却拉丁化了 就是说比较注重地面的配合 从球员的个人来说呢 也不光光是体能非常的好 不仅投球顶得非常漂亮 而且脚下的功夫也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他们脚下的功夫 哪怕身材非常高大啊 他们的脚下功夫呢 也和蓝美的球员不会差得太多 比如说像英格兰的当家球星 他们的前锋凯恩 虽然身高将近一米九啊 一米八八 但是呢 他的脚下功夫 我感觉在英格兰球队中 他算是最好的一个了 能盘 能带 能传球 能控制足球 不仅能完成普通的那种 战装中锋的支点作用啊 他还能盘 能带 能测 头顶脚踢都可以 是一个全能性的前锋 我认为像凯恩这种呢 就是最近这十几年 英格兰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他不仅像传统的英格兰球员一样 身材高大 能跑 体力非常的充沛啊 可以打肠穿中掉 而且他还技术非常的好 脚下的功夫呢 甚至不会差过很多南美洲的球员 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以来呀 每个国家呢 都不停的在学习 取长不短 包容和进步 好了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代足球的诞生就是英国人发明的 而英国人怎么样发明足球呢 说起来呢 还和丹麦人有关 当时还没有丹麦啊 叫维京人 维京人呢 又叫北欧海盗 在六世纪七世纪的时候呢 维京人经常和英格兰人打仗 据说呢 有一次维京人和英格兰人打完仗之后呢 英格兰人是把那些死人的头盖骨呢 当做球来踢 后来这个就变成一种游戏 最后呢就形成了一种运动 这就是足球的诞生 而最有意思的是 中国人本着我们老祖宗什么都有的精神呢 愤怒地向世界足球联合会说 足球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 还有文字和图案做证据 那就是我们北宋的时候那个处居啊 我们最著名的球星就是高太位高球 世界足球联合会呢 看到中国人这么热情 而且这么想当足球的发明国 也不愿意去花那么多时间去考证你这个处居是不是足球 干脆哎呀好吧 足球是你们发明的 是你们祖宗发明的 好吧 让我承认好不好 从此以后中国人就非常牛逼的 在什么维基百科呀 在什么著作里面都说 足球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其实现在最近我们中国人经常嘲笑韩国人 说韩国人说这个也是他们的 那个也是他们的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跟韩国人有区别吗 甚至来说我们更加的无聊 好了007就不说这些废话了 今天晚上的英格兰对丹麦队比赛就开始了 那么是英格兰队要破出55年的魔咒 还是丹麦队再一次上演童话呢 007不妨大胆的预测一下 我觉得这场比赛从纸面的实力上来说 还是主场优势来说 英格兰就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英格兰会胜利 英格兰人打破这55年的魔咒 也在今天晚上会实现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007的自由发声 我们一起看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